京都十大景点传统与美的盛宴 京都是一座充满日本历史和文化器 西的迷人城市到处都是充满传统和美感的景点 请游览一下衣食各景业谷都独特的风光和体验 1.京阁寺六根寺金碧辉煌的寺庙 京阁寺又明六根寺是日本历史与美景的神秘融合 该寺庙的室庭时代韵味和美感吸引了众多游客 金箔覆盖的三层宝塔灵感来自于描绘美丽音列场景的 音列屏风 在蓝天和池塘水面的映衬下金阁的华丽外观 在每个季节都有所不同 在红叶季节金阁与红叶的美丽对比尤其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自院内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游客 可以漫步在砖石花园和小镜中感受日本风情 池塘中的福岛和富有情调的茶室也为游客提供了 独特的日本风情 金阁寺是日本美景历史和精神的交汇之地 它的金色之美将深深镌刻在许多人的心中 参观时聆听寺院的历史和背后的故事 享受美与精神的对话 二点清水寺神秘的圣地和高处的壮观景色 清水寺是京都最著名的寺庙之一从高处 普看景色壮观充满神秘气息 其美丽的建筑和周围的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清水寺的特色是其高达13米的巨大木制 清水之台 在清水舞台上美丽的庭院和京都市的景色景收眼底在红叶 季节更是美不胜收 夜晚这里灯火通明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 清水之台 清水寺的泉水流出的地方 和爱情占卜时是清水寺的众多景点之一 吸引着众多的招败者 美丽的三层塔和大殿也是该寺的亮点 清水寺周围有许多商店游客 可在此仅请选购纪念品和美食 清水寺周围还有历史剑珠和石板路游客 可以漫步其中感受经兜风情 清水寺是一个美景与神秘分为交织的地方 在这里游客可以享受历史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是一处宁静祥和的圣地 参观时红摩寺庙的历史和背后的理念 在脑海中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 三点 福建道和大殿红色千本鸟居的神秘与独特氛围 福建道和大殿是一座神秘儿 迷人的神社其特色是红色的千本鸟居一千个鸟居 福建道和大殿被誉为繁荣和保护之地 是日本传统和信仰的发源地深受人们喜爱 神社内零次截笔的一千座鸟居都是红色的非常漂亮 通往形成了一道强有力的风景线 这些鸟居约有一万 善是为了表达对信仰对向道和神的感激和住院而建造的 当游客穿过隧道般的鸟居时可以感受到神秘的气氛 福建道和大设备美丽的自然寒净所还绕您 可以通过攀登山间小镜体验在宁静的森林中漫步的感觉 通往神社的道路两旁还有许多商店和摊位游客 可以在这里仅情享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这里人们祈求生意兴隆远离阿 运参拜者将此座位向神灵许愿的地方 福建道和大设还供奉着许多守护神犬和狐狸雕像 其独特的分为吸引着游客 福建道和大设是日本信仰与风景交汇的地方 其神秘的分为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参观时您可以在大自然中静静漫不仅情享受独特的氛围 福建道和大设拥有上千善鸟居门被誉为繁荣之地和商业保护地 穿过红色鸟居门的隧道神秘的气氛令人神亡 字典 蓝山美丽的风景和历史的气息 蓝山是京都的著名景点 是美丽风景与历史名胜相融合的地区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从渡月桥到竹林小径这里的风景美不胜收 作为蓝山的象征渡月桥 在樱花盛开和红叶缤纷的季节也是一道尽力的风景线 蓝山的美景与过桥的人们交相辉映给人一种独特的日本风情 竹林小径是一条被美丽的褲子推过竹子便沙沙作响 走在这条小路上你会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特别是在清晨和傍晚您可以尽情享受这宁静的氛围 蓝山还有天龙寺和蓝山温泉等历史名胜 天龙寺拥有美丽的庭院和国宝建逐是一处充满历史气息的景点 而蓝山温泉则是一个可以泡温泉享受大自然的疗养圣地 蓝山是一个风景与历史完美融合的地方 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四季之美 在这里您可以漫步体验京都的一切 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感受历史的足迹 蓝山是以渡月桥和竹林小径而闻名的地区 游客可以享受自然与历史经典的融合 尤其是在春秋两季这里吸引了众多游客 五点 二条城历史背景和美丽的花园 二条城是日本历史悠久的重要建筑 其美丽的花园和建筑吸引了众多游客 其奢华的内部装饰和精致的庭院 是日本人对美感和历史尊严的共鸣之地 从外观上可以看出二条城以其华丽的装饰和建筑风格为特色 在内部华丽的壁画描绘了历史事件和场景 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历史舞台在眼前展开的感觉 二条城的庭院融合了日本庭院的美丽元素静静地笼罩着漫步其中的人们 从美丽的池塘有品味的树木到金星不质的石头 每个元素都和鞋统一 特别是在春天樱花盛开营造出衣服 美丽的赏花景象 城内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二枝丸花园 园内有宁静的池塘和美丽的景观漫步其中心灵会得到抚慰 历史与美景交相辉映的二条城是游客体验日本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景点 从历史爱好者到喜欢欣赏美景的人 这里都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 参观时请花点时间欣赏建筑物的历史和花园的美景 二条城拥有华丽的建筑和美丽的花园是了解日本历史的重要建筑 此外华丽的壁画也是这座城堡的一大特色 柔格典八板神社支援山支援记的舞台和神秘气氛 八板神社俗称支援山是京都最著名的神社之一 尤其是作为著名的支援记的舞台而闻名 该神社是历史与神秘的交汇点吸引着众多参拜者 八板神社是京都最大的神社之一穿过神社的鸟居 打门一股神秘的气氛便扑面来 神社正殿周围摆满了护身符和御守符咒公参拜者向神灵许愿 支援记是京都最著名的祭祀活动之一 以八板神社为中心每年契乐举行 祭祀期间神社周围热闹非凡各种 摊位和游行队伍让游客流连忘返 祭祀的高潮式装饰华丽的花丽和山眸游行吸引了众多游客 八板神社院内有石板路和五月堂充满了传统的日本风情 漫步在神社内您将感受到神秘的气氛和历史的气息 八板神社是一个神秘氛围与传统共鸣的地方支援记等活动 为游客带来了欢乐和激情 来此参拜感受神社的历史和祭祀文化景享京都的魅力 以祺源记而闻名的八板神社是京都的传统神社 夏季的热闹气氛和神社的美丽剑吸引着游客 七点 京都皇居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皇室宅邸 京都皇居位于京都皇宫多粮狱所 就只是日本历史和声望的特殊场所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日本宫廷文化和皇室的足迹 是吸引众多游客的魅力所在 京都故宫的外观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其精美的建筑被著名的大门和围墙海绕 圆内点坠着皇宫的建筑和花园与美丽的风景和历史价值相应程去 在公众开放日游客可以参观故宫内部 通过参观历史建筑和美丽的花园游客 可以体验皇室历史和日本文化 另一个景点是美丽的红叶秋天的红叶尤其美丽 在皇居周围还有一个名为京都玉院的广阔花园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四季隔夜的自然美景 您可以在这里漫步享受宁静感受日本的自然之美 京都皇宫是历史建筑于美丽园林丸 美结合的地方 也是皇室威望和日本文化彰显的特殊场所 参观时您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和历史价值 一边思考历史 背后的故事和日本的威望 京都皇宫是与日本皇室有关的地方 是一个由著名建主组成的区域 在公众开放日参观感受与皇室有关的历史 八点 平安神宫和平与神秘的圣地 平安神宫象征着平安时代794万千百九十二 年的繁荣与和平其美丽的建筑和广阔的庭院吸引了众多游客 它被欲为京都罪负盛名的神社之仪是一个充满历史和神秘色彩的地方 神社外观宏伟壮观展现了日本传统的建筑风格 进入神社后游客会被一种宁静而神秘的分为所包 为给所有到房者带来和平与安宁 广阔的花园横跨寺院四季景色优美 美丽的自然风光为神社增色不少 尤其是在春季樱花盛开和秋季红叶缤纷的季节 游客还可以再散步到上漫不感受与 大自然和邪共处的庭院之美 平安神宫是许多游客前来参拜 并体验日本宫廷文化和历史的地方 此外神社内还会举办各种热闹的祭祀和活动 让游客有机会与当地人进行交流 历史与神秘交织的平安神宫是 京都的一个特殊场所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宁静而美丽的世界 参拜平安神宫时您可以一边思考神宫的历史和神秘分为一边 感受和平与和谐 平安神宫是一座可以感受平安时代历史的神社 特别是在新年期间许多人都会到神社进行首次参拜神社内弥漫着神圣的气氛 9点腾森神社异竹与神秘的融合 腾森神社是京都独一五二的异竹与神秘相结合的神社 日本传统与现代异竹在这里交汇给游客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印象 神社内有一座独特的鸟居门由当代见竹师威严无设计其精美的设计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穿过鸟居门便可感受到宁静的分、维和异竹的活力 腾森神社是当代异竹与传统神社的独特结合神社内陈列着各种异竹作品和装置 这创造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美学交汇的新景点 神社附近的咖啡馆和商店为游客提供了轻松惬意的异竹和文化体验 游客将享受到一个迷人的异竹和神秘世界 腾森神社作为异竹与神秘交汇的地方给游客带来了全新的印象 在现代异竹与传统神社的融合中探索美丽的世界 腾森神社因其美丽的紫色紫藤花而闻名这是春天的传统 穿过紫藤花隧道的经历将成为一段特别的回忆 一时点京都国力博物馆历史与美的宝库 京都国力博物馆是展示日本历史和义竹的重要文化机构 其珍贵的展品和美丽的建筑让人深刻 感受到日本的传统和美学 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是美丽的日式建筑 其传统风格与线带设施相得一章 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国饱和重要的化遗产 让参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博大精深 展品含碍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各个时期 包括佛教艺术 日本绘画和陶瓷等各种类型 参观者在接红道珍贵的艺术 品和手工艺品时一定会被日本的深邃之美所折服 博物馆还定期举办特别展览 和活动为游客提供欣赏各种主题展品的机会 除展览外还举办讲习班和讲座 让游客在了解日本文化和手工艺的同时愉悦身心 京都国力博物馆是日本历史和义主的宝库 为许多人提供了富有教育意义和启发性的体验 参观时您可以聆听展品背后的历史和故事 欣赏日本文化之美 教育物馆 福音誉